这个内容 那么RB的它的转移图层和我们其他的肿瘤不太一样 和我们其他的比如说像食肌母细胞瘤啊 最常见的比如说像零八瘤二种肿瘤是不太一样的 那它的转移呢可能各位专家都很清楚 它主要是一个球内扩散还有颜色身经的转移 实际上它发生远处转移率比如说骨髓骨河转移率还是相当相当低的 但是我们也需要关注 那么就是临床诊断这个我们在做一个孩子的临床诊断 完整的诊断应该就包括了他的单胸眼和他的一个具体的分期 那么如果是一个RB的孩子他已经是有眼外期的话呢 就在入院诊断的时候出院诊断的话呢 叫做视网孟母细胞里的眼外期 增团眼全身转移器的话 我们拿着具体的就是建议去洗到骨髓或者是谷歌 又终于整理洗法 主要是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管理 那么训练话聊也就是全身化聊 我们主要推 ex Complity 它是青脉话聊 那么主要是它 — 是 … 它的主要的任务就是眼内器的内外 那么还有眼瞻后的一个预防化疗 还有就是眼外器环游全身转移器 它的化疗主要是控制病情 为其他的比如说局部治疗和其他的治疗 比如说子替肺细胞移植要创造进步 那么除了化疗以外 我们肿瘤内科的主要任务 也就是我个人主要是做实体肿瘤的 不饱和白绿菌和领化瘤 那么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把它给诊断清楚了 然后把他的全身检查 行为了全身的那个做全身的检查 确定病床分析之后 根据他的就是相关的检查 除了确定病床分析 应该还要确定他的危险度 这个孩子是不是眼内器 那目前是不是存在一些高危因素 那么从而就是分层治疗 所谓分层治疗在内科主要是说 不同的化疗强度采取不同的化疗强度来进行治疗 从而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那么这个肿瘤内科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针对视网和母细胞瘤呢 它主要是要还是有长期的随访 很重要 那么随访关注一些孩子的生存质量 也是肿瘤内科的主要任务 最初的最初的这刚才呢 就是说为了完成了我们的领床检查之后呢 还要在化疗做化疗前的评估 最必须要做的可能是要用血尘位 血尘化以及肌瘤清除率 这对于卡博这个用药也非常重要 那么还有呢就是 我们经理医生前几天给大家介绍了 这一群孩子 它的免疫功能在最初准一岁以下的 孩子的免疫功能是不健全的 那么化疗号呢 它对于免疫呢 也是一个虚伪作用 所以它在它的最初 还有化疗号 它的免疫功能也需要完成了 我们目前做的叫IGCD系列 那么还有就假如说我们 这个孩子来了时候呢 有明显的头痛后破 以及血向力异常的话呢 还是需要做肌瘡和腰胎的检查 另外呢 也应该做的病理检查 那在这个病理检查呢 所有的实体肿瘤的病理检查 应该都是数前的 应该是治疗前的 就是化疗前的 如果这个病人呢 化疗了两次做了眼斋的话 他的病理呢 有可能也会化疗受到一分的影响 所以像我们的其他的肿瘤的病人呢 是要求是化疗前 或者说如果诊断不清楚的话 需要就是第二家医院做病会诊 那就是诊断清楚来指导化疗 所有的病人在我们肿瘤内科的管理呢 还是就是需要在化疗前的要向家长们详细的要交代 他这个孩子是一个什么病 目前是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分期 可能有什么样的医院危险分析 那最佳的医疗方法是什么 比如说他的单眼已经到了医期 应该要告诉家长 这个他的医线的治疗手段是眼斋好 化疗后有可能就是说让他的眼斋更安全 而不如说能够抑郁肝瘤 那么这个就是要签订他的叫做化疗的知情同意书 目前的各家医院都有不同的版本 但是这个呢是我们在初诊断 抑郁肚瘤的时候呢 就和我们其他的实体流的孩子也是同意 同样的要迁与化疗前的致志协议处 这个化疗呢 就是前面VEC的这个方案呢 到现在来讲对人类切得法 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化疗方案是 就是来自于该例的 该例叫做医院的2003版的化疗方案 那么针对的就是这个尤其是双眼的 或者是双眼一侧眼摘之后需要化疗的 另外呢就是这半年的他要第一期拒绝化疗 那么这个化疗的剂量呢 是标准的剂量应该是每公斤体重卡 或者是18.6毫克 长生性检和VP16呢 是他的剂量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在一岁以下的孩子 如果是6个月以下的孩子 体重要是小于5公斤的孩子 那么长生性检减呢 我们在其他的实体 有的病内的水量值 要减半量 0.025毫克每个病体重 我不知道其他的就是医院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顺序 这是一个标准的治疗顺 就是首先进退长生性检减 然后呢适量的水化 第二步是卡伯 第三步是医生检减 这是一个适量的顺序 那中间要给这个孩子 要给水化的务力呢 主要是减轻卡伯的 医生检减和他的身脏游行 我们要求的这个化疗的间隔是三种 之前呢实际上这个方案是四种 那我们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呢 跟该理教授也一块商量了 就是跟所有的实体肿瘤的这个病人 那我们的经验是三种 实际上呢我们的经验是三种之后的 小数和中性的脾气高数都能够达到上量标准 也就是各是一千 那么在跨达前呢 他的这个身高和体重还是非常重要的 身高呢是为了计算你的叫GFR 在眼瞻之后呢 这个前面的专家们都已经介绍过 眼瞻之后有些病人是需要化疗的 那么主要是这个是在病理检查 在病理检查之后 如果是存在有这样的底下的这些高阴因素的时候 那么这是品科医生可能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我们也是在逐渐的学习当中 就是有病理的有危险因素的 希望是可以标准几样的那个 就是病死的方案 这个跟前面的那个几个跟前面的方案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病人因为毕竟是他术后呢 有一个病理的危险因素 因此呢就是建议他在四个疗程 因为是标准的标准的话 要是六个疗程建议在四个疗程 我们建了三个疗程的时候要做一下 就是叫做核磁灭力功能等等的评估 要判断这个孩子的病人是有效 是不是已经存在有远处转移的风险 高危的RB最前面几位专家包括那个杨教授也都也都讲过了 那么我们的高危的高危的方案就是基本上 但是大家是就是就是有故事的 就双眼的RB是因为他的化疗是他的一线治疗 他必须要争取要保抑测印象 所以双眼的病人在治疗的初期就化疗的两个疗程 这些方案如果效果不好或者是他那个效果不好 就治疗当中进展了流灶增大了或者说他没有反应的这个病人呢 就可是叫做就是生叫做危险度分组的升级位高危组 另外是有视神经受害的 还有可疑存在有盐来期的比如说明相学可疑存在视神经受到情犯呢 在他们放了前后免摘前后 然后这下面呢就是这个初学呢 这也是就是不同的有云通的共识吧 都叫做高危组的RB 那么高危组的这个方案呢 这个我们是学习了就是叫做约旦的一个 约旦的一个叫KHCC的他们的一个 比较适用于大家的一个高危的化疗方案 那就是在VEC方案 除了VEC方案以外 再结合叫VDC方案 VDC的方案呢就是 这个叫VDC呢 V还是长期心结 D是阿维素 C是黄尼仙 它的这个剂量呢也是一个标准的剂量 都是一天的治疗 基本上我们治疗的就是经验还是 就是还是相对很安全的 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内科医生呢 主要是要关注 不管是内科医生还是野科医生 一定要关注他的化疗所导致的一些病毒反应 这个就是这 这个常见的化疗药物 不管是哪种抗肿的药物 它最常见的就是心肝肾 血液的毒性 那么在我们当我们现在目前都用的不是一种化疗药物 是三种化疗药物 希望是有血液的作用 那么血液的作用在剂量很大的时候 那除了就治疗肿毒的同时呢 对于各脏器功能有些血液的毒性 是非常大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是加强 叫肺症质量 那么常见的毒品呢 就是我们内科呢 有一个诊断 叫做骨髓抑制 骨髓抑制呢 这个定例呢 就是在二老后的任何一项 就是中性粒细胞 血脚板和血纹蛋白 有任何一项的低于这个本块的这个正常质 就叫做骨髓抑制 它是一个血液毒性最直观的一个表现 其他的毒品 那么除了这个就是叫做近期的和亚细性的毒性以外呢 那么远期的呢 我们需要关注 因为它属于一个生长发育器 那么这个需要关注这个化儿的神经的认知的功能 另外呢 还需要关注它属于可能存在一个第二种药 实际上是化疗药物引起的第二种药 在我们不管是这个RD 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叫做其他的白云病 0806的 还有实体后的第二种药物引起的发生率还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么就再介绍一下就是成维心碱 成维心碱呢 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一线的抗准量 它叫做细胞周期特异性药 它主要是作用力有四分裂期 那么它这个药物的话 如果是在每个科用的话呢 都是要选好一个很好的境外 用过白神之后呢 会运气最之坏死 另外呢 这个孩子如果是剂量过大 有明显的毒性反应 它表现中这个孩子很闹 很容易激热 再就是它很容易出现便秘 但个别的孩子还是有出现 那么便秘呢 有严重的孩子会出现肠麻 对 这个是在我们果肉内科会碰到 就是因为除了室女以外呢 我们还有神经乳细胞瘤 它是连续用肠能新检的 个别的孩子有肠麻可以的反应 那么在这里呢 要提醒就是各位专家 眼科医生们 这个孩子呢 就是它的保持大便通畅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除了就是要鼓励 这个孩子要多饮水 那么它的神经乳性 包括实际上肠麻瘤也是神经乳性的一种啊 它有一个计量限制性 可能跟它的累积量有关系 那么如果有一个孩子发生抽搐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出来一下 叫抗敏力量进行分泌于总和诊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严重的一个神经乳性 它主要是一个 稀释性的一个低纳造成的 就是一个水中毒西士顿低纳造成的一个抽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一个孩子抽搐了呢 那么它存在于严重的神经乳性的话呢 下一次它的长毒性肯定不能够用 那么当它症状呢 完全完全改善之后 随后呢 再再恢复 实际上长毒性点它的不随毒性 就是化疗后 你要是单用这个化疗药的话 它一周之后它的不随移椎是非常非常轻的 我说的是单用就是单一个推移次长毒性肯定 那么好多的就是专家们都在问那个长毒性肯定 因为长毒性肯定并没有 能不能长毒性肯定体代 我和金梅呢 我们也经常也会接到电话 就问一下长毒性肯定能不能体代 我们的意见是 这个实际上长毒性肯定和长毒性肯定的 它的作用机制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它的那个就是它的 就是神经毒性的比长毒性肯定还要轻一些 但是不随毒性要重一些 那么它是这个长家了 就可能国内都是这个长家 但是一岁以下的孩子呢 就是本身它用量就很低了 它的剂量呢 如果是按照长毒性肯定的话 它已经是长毒性肯定的两倍了 那么在一岁以下的孩子 尤其脂肯定特别小的话 就是不建议因为像我们的病人 替代长毒性肯定的呢 都是用长毒性肯定的病人呢 多半是叫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或者是淋巴瘤 它都是很大的孩子 男生复发的病人 不是一个一线的化妖妖物 也不是特别小孩子 就是说的小孩子还是担心 它的安全以及未来的 它的就是刚才说的 它的近期的病情没有元气呢 也可能存在有什么神经认识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个呢还是就是目前呢 那我们在我们中的单中心没有用过 在北城中心没有用过 在视网中的肯定的孩子 动作时间很长了 也没有遇到就是是那个就是 迷途够伴就那匹奥肉 引起的第二阵 有的发生意义的传统 那么这个这个药呢 它有一个过敏反应 这个在我们领床上是能碰到的 但它跟速度跟静炎的速度是有关系 所以建议各位如果是第一个疗程 就是第一次要治疗是 我们次保留第一个疗程的VAC方案的话 它的那个VPL应该是要慢一点 起码是要要点三四个小时 而且这个呢也是不能落外胜的 就是如果发生了过敏的话 发生了过敏的话呢 首先你肯定是要给它先 先把那个化疗药暂时停一下 以盐水停满 然后呢 这个之后呢 就是它的这个症状可以迟早的抗 抗过的医药 我们的经验是可能 给VCM搜导的医药 可能能够缓解它来去找过敏的症状 那还可以在第一个小时 那下面的说明会用到正三十 谢谢 下面四个 但实际上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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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 它在生理盐水当中 它有效性不会太常识的 可能一点二四个小时 所以点 比如说缓散的速度的话 那2.5倍的盐水 牛骨头5毫克 每公斤体重 也就那么多的盐水 所以你不可能连十个小时 可能建议呢 再往迈一个六个小时 这样子 第一个疗伤之后呢 大家可能你们试一下 第二个疗伤 它的它的有条路的 你的固域 就就就就 就内受了 基本上 就特别用了 两个疗伤 有个问题 没有资料 或者数据支持的藏伤地心 就说对这个RB 主要效果和这块的 芯片 差不多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没有资料 没有任何的资料 而今天我们坚持的 还是用长城地心情 对 因为我在美国 最近我那边 怎么玩家 他们都建议 成城地心 对 因为国内它存在一个 对 国内现在没有 成城地心 这个地方 大家都买得很轻 在我们中心 也家长也得要败购 这个药主要是太便宜了 但是在我们这儿呢 还是如果碰到RB的孩子 我们还是坚持 我们家长还是不要败购 另外呢 我们医院也 不同的阶段也会想到 还是坚持 成城地心 这样子 这个卡伯呢 前面的几类专家也都讲过了 就是卡伯呢 它它主要是有两个性反应嘛 一个是肾移性 一个是耳朵性 另外耳朵性的话呢 可能跟它的那个 就是它的治疗剂量 月长时间累积量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说 针对肾移性来讲呢 那么它主要跟其他的种类是一样的 我们计算它的 肌根清除物率 就根据它的体重 还有它的身高来计算 还有它的血的指标 计算它的那个 肌根清除率 那么根据肌根清除率 我们可以拙心减量 这个是我们也 可以经验的 那么基本上呢 如果说它在基线的50%以上 倒是可以减半量 如果是50%以下 肯定是要停化了 然后这个耳朵性呢 目前呢也都在做 尤其是化这个卡伯的 化疗前 一定要做听力的检查 尤其是几个疗伤化疗号 那么如果是这个孩子 听力的存在问题的话呢 也得要重庆检量 但是我们的联终工作当中呢 就是对于耳朵性 有些孩子的年龄很小的 比如说前面医疗生 刚出现了规造感染 刚出现了咳嗽 那么有可能它出现一个双耳的 听力的一个问题 那么经过治疗规造感染之后 它是可疑的 耳朵性是可疑的 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因 是卡伯引起的耳朵性 那么对于高危的病人呢 就是目前的叫VDC方案的 这个就是环林仙 这个环林仙呢 在我们实体流的这个专科呢 用的基本上每个病人都要用 那么环林仙这是一个 它的代谢的模式 它主要的毒性呢 是一个是肾毒性 一个是膳毒性 那么 那么它呢是 它在体内呢 实际上它进入体内呢 通过代谢之后 才能够发挥它的抗肿瘤作用 那么它的儿童呢 就是大人成人的 像恶性肿瘤 实体肿瘤的话呢 环林仙是也投资的 那么儿童呢 肯定是也 我们目前呢 是都是以精卖个药为主 是要禁连大于一个小时 那么这个 这个环林仙呢 刚才看呢 它用过之后 它有一个 就是一个叫做 膳膨毒性 会引起处理性膨胱炎 那么那个美西纳呢 是要健康它的膨胱毒性 那它的优量是 在环林仙 用单次剂量 是环林仙剂量的40% 和环林仙一块儿用 那么对于高危的病人的话呢 也一天至少用三次吧 这是可以预养的 我们到现在的 要点六个小时以上 但是如果是 一个卖中进来的话呢 要点一个小时以上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在化疗前 一定要做它的新变图 尤其是超人心动图 心动图呢 提示呢 它的摄取分数 一般的肚子要在正常时 如果是要在小一百 我们一般的控制在小一百分之三十 就得要请心脏内科 心脏内科会诊 看看能不能用阿维素 多半情况下 我们要是低于三十的话 我们都会暂时停止 另外这个药物呢 因为像视网的母细胞瘤的病人 有一些孩子是需要放疗的 那么这个 中文笔心它会增加 它放疗的敏感性 但是如果是与放疗 同时动物吧 会加重放疗所引起的病毒 因此呢 在放疗期间 是不能够阿维素 看看前面的这部分 就是各位还有什么 需要问我们 这也是 因为现在那个 儿子的治疗来讲 我们讲 通过很多是别的治疗 然后我们想知道 什么样的病人 就是说 你需要转换成 华林腺 或者是 很多的这个 多肉比心 所以现在除了这个 化疗之外 我们至少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动脉内科疗 包括微体相出射的 就是说您现在还在 就是 如果你用VHD方面不好的话 您还在继续化疗 还是要选择 那就得要看这个孩子的 他的情况 刚才我说的 如果是说高低的RD 他的第一条 如果这个孩子呢 在双眼的事物 在他们最初的阶段 他一定要希望保护 保护领侧眼球的 那化疗跟他来说 持观重要了 所以我们的意见呢 就是说 如果是他演的疗成之后 他还是没有 有造没有缩小 为了他要进展了 那怎么办 你可能给两次演 也都是 都不能拿掉吧 所以这样的话 全身治疗 不是终部治疗加强 全身治疗 应该是 按照其他的实体 都也是这样子 就是要更换一下化疗的方案 所以这个时候呢 用VHDC方案 应该是对于我们不同程度的 这个性命的病人 都是有效的 就是你意思就是用两个VHDC 对 我说的是这是一个 比如说还有其他的 你现在也就是 这个病人很多 像国内的病人呢 不都是眼泪气的 你可以存在 影像学已经怀疑到 他可以视神经有受了 是吧 那你如果是 这两个疗生之后 还是没有明显的问题 或者说 你已经怀疑到他高位的话 就可以是直接上高位 VHDC方案 这样的话呢 它可能会在短期之内 达到一个很好的化疗的效果 嗯 那我感觉就是 跟你说 就是有时候我们有这样的 我听到会到死 有多小时运动 几时前面一息感觉比较好 它会出现心发准备的 像这种情况 怎么是软车VHDC呢 这个可能我们会跟 赵五人商量的 像比如说这个 像我现在就是 我一般转 我就转成别的方式 然后就坏下来 对对对 转成别的方式的话 孙子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孩子呢 首先呢 咱们目标是首先保命 嗯 啊 如果 那要判断这个孩子的全身情况 它是比较安全的 目前它的那个 是 它那个局部治疗是有办法的 就是颜科的专家是有办法的 比如说你要采取的是吗 有些孩子 它确实是 就像前面那个 前面的很多的专家都讲了 它可能局部的全身化疗 毕竟是剂量很小 它要到这个局部的话 浓度很很低 那么就可能是叫做 全身治疗基础上 结合局部的化疗 局部的那叫 人动脉的治疗 如果是要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应该是也行 但是这个孩子呢 肯定说它全身的情况 它现在没有危险 它不是存在有 远处转移的风险的可能 可能 就是如果说 它存在这种 转移的 转移的还是连接应 幻生的那个问题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的其他的 肿瘤的病人 没有说一种化疗方案 一种搞定的 都是说 它是 你比如说像神经义胶 就它恶性程度很高 或者可能就是 它是交替用的 就是比如说 这个方案 用两个疗程之后 会换一组方案 然后呢 会有很多的孩子 就对一个 比如说对这个VPC方案 效果不好 而对那个 就是顺博VP16的方案 是效果好的 那么 就是下面 我要介绍一下 就是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孩子 就是我们除了关注主流以外 我们还要关注这个孩子本身 就是这个孩子呢 他的药理医宣学 他存在一个特殊的 比如说 我旧一对卡波 不应的 那肯定要化妖妆 我们目前也做这方面的补充 还有这种 比如说 我原来用过一些东西 都换了一种 后来 就是一个问题 过一段时间 又是发达了 您 就来说 请我有一天理解 您的发展啊 这时候你再加VAC 他就过一段时间停止治疗 很长时间了 不发生 我们再加VAC 它是有效还是无效 就是这个耐药 就有一定能解释 就是理解 这个问题 还是转成VAC 比如说我们经过一段时间 一年以后 或者是八九年以后 整个优秘答案 相应这种情况 怎么可能 这个时候还是要 以全身治疗为 对对对 我打算还是选择全身治疗 比如说 就是眼睛会的内部 吧 我想如果是他前面 比如说吧 就像赵文 你讲的 比如说这个病人 他前面只用了四个癌症 就是四个癌症 癌症还是算是 还叫做 不是说已经到了 老爸的一个个月 还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 我认为可能他在 就是现在 他停了一段时间之后 应该是我们的病人的经验 是有效的 所以就是还是说 这个化疗方案的不同 所谓的消停进行 可能会更好 其实您有什么 就是这个 我记得很好 这个事情 一个专业的角度 就是我们 跟我们还是爱好 在这方面 就是他大概提 你多少时间 过你怎么判断 对于其他已经耐掉了 这个难度也挺多久 因为一般的两个人 都顺了 所以我们可以再进去做 如果我已经做了 现在在吃完 所以我们 我已经做了六个癌症 过上18个月以后 我会发现 我了解你 我知道 你说的意思了 我们的 是实体流的 它这个 就是治疗当中的平均 是有明确的标准的 它不是我们自己感觉 这个是大小的 比如说一个 就是像 事物可能是 以炎体检查为主的 你看它能造大小 那其他的主题 其他的实际中 是这样的 比如说两个療程之后 它主流缩小 到了多少 到了叫做50% 它叫做明显有效 到了75% 叫非常有效 在25%以下 就叫做 叫50%到25% 叫一般的有效 那25%叫做有效 它是有明确的依据的 然后它的那个 就是评估的话呢 也不需要成功做 就是按照它这个 有标准的 这个可能 就前面的这个 已经更好的 就没两个要成 不要做 这个简单的 问题是 比如说你原来做过 第三个 常规做六个 原来六个要是 已经做完了 主流也控制的 没错 比如说或者控制好 不准也控制好 会用别的方式 加上去 不能一些 也算是好的 过上七八个月了 一年之内 或者一年底后了 甚至 没有这次 这时候我还可以回来用微占 我也用了 回来再用微占 也有效 但是它就是说 它这种情况 我们怎么去判断 它是否对微占耐药了 还是说是 有的时候 再回来再用微占 我们可以先给它 会不会耐药的钱用了 或者怎么样了 这个有什么 什么思路去判断 耐药 实际上不好看的 不好看的 对 耐药根据临床的可能性 我一会儿 我今天来介绍一下 我们做的 就是我们做的 可能根据 如果你这个时候 做一下 就是针对这个孩子 本身的检查 可以介绍 慢着 不好意思 我没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咱做了很多病例了 就是全身换了这种病例 但是有很多 不平的跨离方案 最传认的是 BEC2X全身的病实 如果是 经常是耐药的话 我的意思是 如果 其中 也是 就是说 换方案的时候 你有两种 或有一种药物 要改变吗 还是有两种 或有一种药物 要保持一变 其中 我知道 传维心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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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种 嗯 这个 这个问题很好 就是 我们 通常情况下 可能换方案 不是根据 BEC1X的 这个简单的经验来讲 对 一定要 接见 就是说 他的 就是这个药 最佳的药带 都一行 是吧 对 它是有一个 写中作用的 是吧 而且呢 就是 有 有 我们的前演 不经理商嘛 我们的做的 那个叫做 就是 寻证的 依据不够嘛 所以我们可以是要 借鉴国外的 他们的一个 什么样的方案 比如说下面要说 那叫 TOPTECON 这也不是自己说 我来给他加一个卡锅 OK 那不 OK 卡锅不太土 他要在东西 能换一种 一种药 好 谢谢 嗯 这个我前天特别说了 就是眼带期的这个治疗呢 可能就相当于我们经验不多 我们没有治疗过 几个眼带期的 但是这个治疗呢 实际上那就是需要 主流内科 呃 要 要 要做很好的工作 那么眼带期呢 他除了化疗以外呢 也要跟其他的实体 就会一样 他要进行放疗 那么这个眼带期的这个病人呢 他大多数呢 都发生在中枢神秘系统 因此呢 就是说 我们采用的这个化疗的药物呢 都是 大家可以看 就是说 他叫中枢神租性比较好的 我们透过许老屏障的药物 这还是这个 就是我们前面的 就是这三种药 都说过了 叫做 阿美肃环利贤 和长枢神租性 相对来讲呢 中枢神租性比较好 那么 呃 另外呢 就是伯列的药物 伯列的卡伯顺波 以及一土波干的 联合营物 也会达到很好的 中枢神租 神租的作用 目前呢 针对眼带期的放疗呢 我们 呃 有病人在放 呃 但是我们医院没有放疗科 那么放疗的剂量呢 是就是在 碰子在四十五分之断 一下 那么 这些病人呢 大部分都是出现 中枢神租系统转移 可能各位呢 都想知道 就是说 这个窍内注射有没有用 在之前呢 我记得我们2009年 刚就是 开始跟眼科 呃 做科学科合作的时候呢 也探讨过这个问题 但目前呢 这个窍内注射呢 没有大量的资料 证实说 RB的病人 扮演中枢神移系统转移 窍内注射是有效的 呃 另外呢 就是 如果说 这已经发生了中枢神移系统转移的话呢 它应该要做一个全脑的放疗 那么局部呢 如果是发生了局 局造性的病变呢 应该还是要在局部的要加强 呃 呃 就是 就是 原来的 神移的 神移系统转移 我看现在它已经是 呃 就是已经开始总结了 人三起的进程啊 呃 那么这是 就是一个资料显示了转移性的RD它的治疗 这个治疗的病例数多不多 都是四例四例四例 其中这个下面的叫Blindon Paras 我看它的报告的四例呢 就是除了它的转移的 就是有骨髓 有淋巴结 有骨骼 那么它用的大剂量的这个化疗方案 还是我们刚才介绍的那个化疗方案 其中的应该是有 有骨骼 然后这个呢就是 这是放疗 放疗之后呢 它们结合的自体干细胞移植 这是就是它预处理方案 是包括了马法兰 就是前面有前面张敬教授介绍的这个马法兰 实际上是很多的就是自体干细胞 有尸体的自体干细胞移植的预处理方案 那么它这个四例病人当中有两页有效 另外的这几个专业呢 那么也就是说它这个转移性的2D的治疗呢 肯定是包括了 强的化疗 放疗 自体干细胞移植 这可能是它的一个治疗的应该算是它的一个主要的治疗的方案吧 对于就是复发的刚才就是眼外期的还有复发难治的病人呢 目前就前面呢也有也有专家介绍过就是叫做托普提康 托普提康它跟VP16呢它实际上是大的方向它的作用机制是一样的 那么做托普提康呢和黄铃鲜和长毛新检联合 可以作为难治疗复发的这个是网络母细胞流的化疗方案 那我们在这个病人呢我们也就是前面 今天主任也介绍了我们也有病人 因为它的相对来讲安全性还是比较好的 有效性呢正在组结当中 我们这个中心呢就今年是已经有60年了 60年的建了这个专业60年了 我们这个专业组呢建了将近有10年了 我们是这个这个7个组里面 我们这个组呢是专门来做儿童实体肿合的化疗 我们的这个团队呢是今年是第10年 从神经母细胞流开学的 那我们这几个人呢都从去美国的Saint-Jourish Research Hospital进修国 另外金梅呢还在明月进修国 主要是我们就是专注于儿童实体肿合的化疗 也接近了很多的就是现金的理念吧 我们从就是建筑的开始呢就跟多个学科包括眼科呢就建立了一个多学科的一个联合的诊治模式 那么大家看我们的视网络母细胞流还是在我们的诊治的这个病人数上排第二位每年至少这是这是今年的2016年的上半年收了47例病人还是诊治的病人数还是还是非常多的 我们从2009年开始 我们从2009年开始当时赵迪洋主任还在同理院的时候呢我们就更邀请就是盖利和赵迪洋主任在北京的同院建立了就是眼科和肿内科的联合诊治的事 我们采用的主要是我们采用的主要是这个加拿大国际的神经细细胞流的这个分组系统 标准化的分期分组 我们说是跟这个方案是完全一致的 那么我们这次在SLP呢我们还跟盖利教授一块儿就是听了他的讲座 然后这是美国Sentur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他是一个种类科医生 他叫Dr.Parros他也是专注于视网络细胞流的质量 我们采用的这个方案呢是跟前面说的稍稍有点不一样 我们是完全接见的是加拿大多人多的这个2003的这个RB的方案 我们采用的是更大计量的就是卡博是26毫克每公里其中其他的是一样的 严厉期的 那么我们呢就是这个对于视网络母细胞流最初呢 我们也是跟跟我们的其他的模式一样 最初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跟跟其他的实体流是一样的 就是最初的标准化的诊断治疗治疗以外呢 我们还给视网络母细胞流的孩子建立绿色通道 也就是说这些病人来了以后呢 他第一时间能够看到门诊第一时间可以进院 那我们在最初的这三年就2009年到2011年 我们把最初的这个病人呢进行了一个总结 还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成绩 就是我们那我说了在2009年之前 可能在北京儿童院他的视网络母细胞流的治疗 主要是病人的化疗呢都在他们医院 那在我们这儿这个就是总结了之后 还是就是他的静气疗效还是非常非常好 我们成功地表演了就是这是一个很可喜的成绩 那么关于这个化粮药物的静气毒性呢 就是说这些补碎意志还都是在有的 没有男孩子说化了厚没有说血细胞的改变 只要在门诊随诊的话是都有的 多半都出现了一周 那么应该是到第十天达到一个骨髓意志的极期吧 应该是那么大部分孩子不需要书需要买 这么多孩子他只有十个孩子需要书 另外呢我们也没有发生一个严重的感染 更没有一个感染相关的一个死亡 那么我们呢就是总结显示呢就是这些孩子呢 对于这个方案的呆受性能比较好 因为我们的卡布是26号格门的体重 然后在支持治疗方面呢就是支持医院 主护这些孩子呢 他肯定他是要有呕吐的 所以我们会常规地用止吐药仅此而已 那在最初的时候怕VPO过敏 连个别病人还加了那个卡布里的药 但实际上后期没有 那么这个就是如果说要有网脱的话呢 主要是起到一个止血作用 我们会给第三次送6毫克每瓶 基本上10公斤的孩子也是2.5毫克的样子 另外呢这就是离习到此 因此我们多半的情况下呢 是在也第一个疗程会采用观察的数据 就是第一个疗程会话疗完了之后 然后下一个星期去看看这个孩子的血细胞 到底是什么样子 也大概了解了这个孩子的 那个他的骨髓移植的程度 对化疗的明白性 那之后呢 之后呢第二个疗程化疗后呢 就根据第一个疗程的情况 会浊起它注射的血细胞次的移植 那么这个预防咖啡的这个事呢 就是可能我们内科呢 比较重视这个事 就是我们会给所有的化疗的孩子 我们会吃福当心脏面25毫克 每斤体重分两次 每周吃三天 然后建议就是像 虽然主任这边都是有很多的病人 而且要长期化疗的病人 再加上医学代仿疗的病人 还是需要吃 这是一个预防的 预防卡氏体能出肺炎 也就是说 有些孩子在免疫功能 很不健全的情况下 又经过了化疗 经过了放疗 他很容易得这个病 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疗 那么辅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就是辅到他所有的治疗结束了之后 两三个月 那么随访的话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免疫功能呢 我们是做一个IGCD系列 这个呢一个是体现出他的那个体验免疫 一个是体现出他的细胞免疫 那金美主任介绍了 就是我们的总结呢 一岁以下的孩子 IGA有些孩子是很低的 就是他免疫功能不健全 还是需要关注的 那么预防注射呢 一般的就是在停化疗之后 大概在六月 这个是不确定 我们通常会给这些孩子 还在做IGCD系列 不至于IGA特别低的时候 让他打预防症 这个我是希望就是 就是说通过这个例子呢 来说呢就是 这个病人呢 以病人要坚持的话 我们一定要要就是 就是我们的眼科和内科的话呢 一定要坚持 就是要坚持系统的治疗和随道 这个病人呢 是一个两岁多的孩子 他最初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可以进行保验治疗 最初是一个地区 但是他有问题呢 他这个瘤狂很大 而且有网坡 他初始的化疗呢 确实是唯一的方案 那么之后呢 就经过了一次 就剥切 剥切之后又化疗了一次 停留八个月之后呢 它复发了 复发了之后 这个时候呢 它存在它累积的视神基和眼内外基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都应该是属于叫做 网易的叫眼外基的这个病人 那么这个病人的治疗呢 就是复发之后呢 我们就给他的这个VTC方案 然后和VTC方案交替 交替之后 两个疗程之后 他做了一个眼斋 眼斋之后呢 我们又给他了六个疗程的化疗 他最后走了 就是复发后的那个化疗的疗程 目前这个孩子的随访呢 他是一个北京的孩子 随访了三十女元 那么我们主要随访的是 他是眼矿的MR和免疫功能 但目前呢 这个孩子是一平生存 另外也没有发现 他的生长啊 以及认知的障碍 他已经注射了疫苗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在我们肿瘤的内科的工作过程当中 这人进行严育起来的 就是叫肿瘤 有一个精准治疗 那么主要是说药医传学的研究呢 就是对于肿瘤治疗 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 那么我们关注的这个卡伯 卡伯呢 他的目前呢 就是这个 这个叫Farmacogenetics 他这个网站上发布的 那么他的主要的代谢酶是这个酶 那么他的存在于 他的基因的改变的 这三种酶性 如果是这个病人 如果是一个AA型的话 他对卡伯的这个硬打是最不好的 也就是说这条效果 可能卡伯的这个效果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是一条GG型的话 他可能画来很明朗 而且他对卡伯的应该是效果很好 除了卡伯除了就是这个代谢以外呢 这些呢就是叫这个叫多药代药的什么费点 还有这个THFR 这个呢都参与了叫卡伯的代谢酶 总的来说假如说吧 做了这个这个药医传学的这个检测 那么他如果是一个高颜 他这个分比较高的话 那可能这个孩子呢就是卡伯有效 所以孙主任如果是像这个病人 他是这样一个这个情况的话 可能他卡伯会持续有效 就关注一下他进行的 那么我们呢在北京儿童医院呢 也已经开始了 今年年初我们就开始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 他是一个 这应该是一个GA型 就是这个病人 就这个病人呢 他报的报的是一个AA型 就是AA型就是一个病拿不好 那可能这个孩子化疗后 他的就是他的药物 有可能对卡伯的这个药效果不太好 所以我们从这一点上就可以关注到 就是单一个这个美典 我们就可以关注到 了解到这个病人 他学校为什么有变化 可能也不会出现 那么有很多的一个 叫做读性反应叫二统医 是吗 不好意思 如果发现的AA型能不能换药物吗 我说我们现在目前在做 因为这是三个药嘛 三个药我们不会说马上换药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孩子的情况 的确让我们这种状态一定有 比如说这个孩子滑到后 所以一直一卡伯 我们发现 他这个我们现在是常规做 但是不是是我们的孩子 我说的 我们现在做的 因为这是人家是 御击状态的孩子 因为是我们的孩子呢 我们还有一些检查之料 还需要给你照顾 要商量 就是说需要关注 你看这个孩子他只有七个月 他也用的是 叫做卡扩 他是一个神经部系统 他用的是卡扩 前面一个孩子呢也是 前面一个孩子呢 是阿路由 选了这两个孩子 同时我们已经开始在做这方面的 就是接近一个临床 就是我们希望给这些孩子 能达到更精致的这个疗疗疗疗疗疗疗 那么这个世母的多学科呢 可能我们大家呢 就除了眼科 肿瘤内科 放疗科 还有枕型科以外呢 我们还针对一些眼袋期 还有中国人 还需要 就是叫做 关注他的那个 叫做 我们还需要进行 一个舒缓治疗 那么从这个图上呢 就是肿瘤的孩子 我们这些呢 可能都在红色的内圈 然后外圈呢 都是一些辅助治疗 包括了这个疼痛的 缓解疼痛的治疗的一些舒缓治疗 那么在我们 已经儿童院学组合中心 我们有一个舒缓治疗团队 这是我们团队的 大家可以搜索这个网站 这是周轩主任 他的专门是 他的医治专业组的 目前呢 主要关注这个舒缓治疗 舒缓治疗呢 就是包括了病人的一些 就是周末期病人的一些 一些治疗 以及主要是几个 也不见得疼痛 那目前呢 我们的这个 这个 他这个 呃 有三例的 周末期的病人 因为有些病人 我记得有一个孩子 去 到他那里 的时候 眼睛都快掉出来了 那也没有办法去治疗 那么呢 就给 就跟周轩主任联系 然后呢 这些病人主要是疼痛的 有主要关注 那么 就给他 采取一些降磨压的措施 另外呢 是一个 那么呢 嗯 周轩主任也可能是 嗯 啊 这是 就是说 在我们那个 除了我们内科医生 还有 就是 主任内科 还有这个团队 啊 来解决这些 移植部门 对 它是移植分下来的一个 一个团队 在我们 在我们 对 我们每个星期二的上午呢 有叫做 疏缓止痛的 呃 疼痛门诊 来 来解决 呃 这一区呢 还是 对 跟他 呃 呃 总结一下 我们讲的问题呢 就是呃 我们也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啊 还有周围的共识呢 就是眼内啊 对方啊 还是还是很好的 那么通过这个 就是这个化疗的话 呃 好眼力也会很明显的增加 那么呃 前面各位专家也都也都介绍了 那么我们重点呢 需要关注眼力气质病人 如果呃 要关注他要的近期和远期读症 那么我们怎样的把这个 他的呃 就是在达到最好质量效果的 呃 同时呢 能够减少他的读性反应 是呃 我们需要关注的 那么 对于晚期的这个呃 单眼的RB 一般都是大孩子 那么在我们这个 就是三年的这个组结过程 当中有几个孩子呢 最后呢 就是拒绝眼摘的 或者影像学有危险因素 也没有化疗的 所以像这一群病人呢 我们还是说 我们把这一群 相对性病人到先化疗 然后呢 后做眼摘 眼摘之后呢 根据有没有固定的 危险因素呢 再接受化疗 相对来讲 对于单眼的晚期的RB呢 就是治疗 还是需要关注 另外呢 就是眼外期的这个 还是需要多个学科的密切配合 那么到底是 呃 就是眼外期的 尤其是单纯的像 湿疹与受雷的病人 那么他们的治疗呢 国外的报告呢 就50%以上的 长期的病生存 所以像我们呢 这个动力的 像内科和眼科 密切的这个 把局部和全身治疗 如何给它衔接好 可能是达到一个 就是长期生存的关键吧 另外呢 那我们 肿轮内科的医生呢 除了化疗以外 我们主要的病人呢 是要关注这个病人的系统的管理 各个环境的之间的限迹 以及长期随法 需要关注这些病人的审泄区 好 我就介绍到这儿 照顾 好 看看 我们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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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伙子 来 那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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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能 那小伙子 小伙子 才发业 什么问题 从来没有 我们 但是我们在我们上 有 铃铛流的病人 有 急性铃铛细胞 白血病的病人 有 可是这些孩子呢 它正好年龄很大 就是铃铛流病的大部分 有七十七的 然后白血肚子病 很少在一岁以下的孩子 得急性铃铛细胞的病人 所以 我们整个的主流中心有用 但是我们没有用 您发生中间 有 有 有 白血病 如果 那么多年 我们也没见过 我们的话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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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疗后 您说是 室母 还是 室母 在哪 其他的 母乡人 不 不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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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们曾经听 那个 教徒 Karls 他介绍过 就是他们对于 这个第二种流的 就是二D的第二种流 有的关系的话 可能和药物关系 不是太大 反而跟他的营育传 对 关系比较大 就是说 如果是双眼的二D 可能他的 他随访时间比较长 他们的美国的 随访机制比较好 他随访可能 最后我得出来的结果是还是 就是说有遗传倾向的 是可能 对 有可能 但是真正的 的确我们就是 确实没有这个经验 就是说 他是经过治疗之后几年 也许我们随访的时间太短 对 这一种据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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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不 我们几年 precursor mbol отп bla feel asleep 也许是两个两天 malcolmSmith at the niti in washington attractive a long time ago showin the risk of leukemia through at opacy 是只有在二天的群組合。 如果是在一天的一天, 它沒有同樣的效果。 可能有新資訊,我不知道。 但是你两天才发现病例两天有到一天没有 我好像一个最近还有一个 就是一个初期的暂时小孩 好像小孩说是建立有种B2B的主持人 我可以穿在飞行吗 我记得也记得在国外的 是16年他们说 有两位是遗传型小孩 但是我认为它是一个 是一样的 和你的DNA 你给它两天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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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它一天一回 它判断了一天 它判断了一天 但它们还没有停止 但它们可以给它 不灭了一天 让它不灭了一天 所以我认为了 Dr.Tairo, are you hard to see the patient with a slight tumor after chemo? No, do you have no? No I have not seen the patient, but I have developed ALM, not AMM. AML is more common, but I have a child that developed ALM, is a revision now, and we don't want to publish the case in . But that case could be completely random to cancers. This place happens in 95. It's a wilder chemo, there is. Yeah, it's only you're talking about that, right? There are only four cases in order in the literature so fast. Yeah, and behind that. So, it's not this case. Okay, so we're thinking about that, No, no. I'm not doing the research, I'm not doing 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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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doing it. So, it is not doing it. You know, you're doing it. I'm doing it. I'm doing it. Tairo is not doing it. So, if you look for a pattern, 有遺传性和未遺传性症, 在自己患療的病院有很多經驗, 您總有觀察, 患療是對遺传性症和非遺传性症做的嗎? 目前我們沒有真為這兩群病人關注, 但實際上雙年的病人顯然是年齡很小了, 雙年的病人的症狀相全都更笨大, 目前沒有關注到, 誰知道我們沒有做這方面的內容, 但是我們會密切地關注人, 他這個RB到底是多老的孩子, 我們的病人,多老的當中青春年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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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同年齡組的三元轉移, 可以是後來的東西更行嗎? 因為今天檢測咱們剛開始做, 才三百千, 而咱們都是由你來的, 對,對, 但是我們其他的腫瘤改天, 我們下來我們再三秒, 其他的腫瘤我們有關注, 其他的腫瘤我們有關注, 那他叫做, 你們現在也不做的這個人性的RB, 他將化療家自己幹活的經驗? 這個, 我剛才沒有說, 這個是我的是, 就是有做, 但是有準備做的時候, 這個人突然全身有狂轉, 他跟其他的實體準備, 我是可以做的, 就是用馬法蘭做女主理的法案, 是可以做的, 但是這個一定要, 他整個副, 跟他講過這個, 我們中心有一個, 有腫瘤科電子, 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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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既然科電子說起來, people have received billions of gauge 但是咱著我們只是告訴從這些數據, 大家可能要說一下, 在同仁院與只是同性的 True case posición, 沒有醫力成功,它包括轉移了眼內器的,因為這幾個病人我是最好的,他們兒子都自己報道,說都是在實現真實情況。 不是說這個方法,這方法是可以的,但是你怎麼去試用,怎麼去嚴格的按照規定? 你不能說我聽說我有一個彈性包移植,我哪會說,我就照著弄,那可不行,沒有理想,可以。 因為我看到有好多方案,國際的方案有一些不同的檢查,在這個方案是有上課的可能。 給我聽說嗎? 可以問我絕對我方説不想我? 可以我問問我嗎? 可以請問我先回答我的 Londres嗎? 因為我來到了 Clembrin,我看到了個患者多、一小孩的人接著演出的方案是重新的製造成的紀念像 我相信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暗代那種很新的,所以你應該可以做它,所以我們可以用每一種體驗, 就像写上白療瘤,把爆炸的眼神看到偏向前面的眼睛 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他在结果 那是Cortnog 心关了 在结果,他们在结果,根据了 因为他手动了 是越来越多了 那是选его是 有这种80年龙月部或者在哪众佛的熄型 是有80年龙月份一年龙月份 rocess的生命 他最终 dissolve的 你刚才讲了一个实际秘密 就是我当我回去之后 我回去了他们已经做完了十几次画 全身画了又做了自己干净过移植 但是还是复发了 因为一个眼睛就剩一个复发了 而且在黄帆区 眼内期干净过移植 他就因为在那个黄帆区 我也打不了金光 他又做了十几次画了 又加了干净过移植都做了 咱们没有比的话 我带到黄帆区的试植 做了试试放的 就是经验放的 在习近八十年纽 对吗? 在习近八十年纽 不,是九十年纽 他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我说的习近平对眼内期的 没有用就不是习例 因为习例里面他还有三四例 就是做了习近平 这个是在黄帝走的 对,对,国内弱的 我自己感觉就是,因为咱们说实话,从人而克水平,这些好像曲线结构,我当着我们院长面,我当着我们院长一帮垃圾,我当着客人面,我当着院里面,为什么?乱用一切。 张学是咱们中华医院会遗传病,主任为人,他做总得过医院做肺炸法,后来他听了我们一次讨论之后,跟他儿子讨论他来三年了,他就提了这个,说你们儿子的主任不能一开脑袋一个方案,再开一下这个方案过来。 对,就是当过面的张军这么多,很不客气,确实我们儿子的主任,看一下这个方案,再看一下这个方案。 位置吧,没有,no read,no one。 所以我觉得他的结果是因为他做的不违反。 为什么要求他们到马里巴轮,你想说,我们去马里巴轮,什么叫不违反,这是不违反。 我们不能够看那个方案,是吧,拿本书,八百个配份,那我一定能做什么。 这样,大家要做个事情吗? 谁都要做什么呢? 这第二个事情,就行。 将来Bose,Bose。 那就是咱们那个外华医。 是的,是的。 它是,就是说,它正在视频的可能性,我理解的。 比较立体方法。 放着的方法是一样的,但是它在局部的区域的话,它会叫挑强。 对。 好,对。 对。 一样,一样。 它就是,眼球是这样的,如果你整个这边找,都会辐射。 它是一根BIMBIM,好多BIM。 对。 在每个BIM经过区域,它这样非常低。 但是BIM交叉的比较更高。 它会加。 对。 那就是咱们普通的用上了这个机器,然后说,不会辐射。 对,对,对。 原来就是一个手电筒,一找一笔,手电是整个面,全部收到达射。 现在就是激光一个Leader,一个笔,一个笔。 它这样的时候,最后几百个,几百个,几百个,几百个。 不一样。 不一样。 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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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马上主任,到时候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跟马上联系。 好。 不然总结到任何问题,谢谢。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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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